人群宣言当中最后一条让我们想一些事情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谁才有私有财产 有产阶级是吧 工人阶级有吗 城市平民有吗 农民有吗 别着急摇头 别着急 农民有没有私有财产 有土地对不对 一小块土地有两把锄头 对吧那都是私有财产 城市平民也有一点 我想问工人阶级有没有 工人阶级外号叫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有没有财产 挑战我的权威 无产阶级有没有财产 你说有 有什么 有工资 无产阶级正工资 那工资他没捐了 那无产指的是无什么 你如果有工资 你还叫无产阶级吗 不动产 那现在你们家也有房 那你们家早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了 将来专政企业的你们家首先被我们推掉 请记住 无产阶级那个产指的是没有生产资料 不是没有生活资料 没有生活资料早饿死了 你就是丐帮少帮主 你还得给打个棍呢 对不对 那都是你的生产 那你的生活资料 你得有一碗你得要饭呢 所以请你记住 没有人是可以完全绝对无产的 那么在这我想问的是 当法国资产阶级的军宪派把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写进人权宣言的时候 他保护的是谁的利益 资本家的利益 资本家最有产 对不对 是不是仅仅保护资本家的利益 不是吧 他肯定是要保护资本家的利益 资本家是百万富翁 那一百万法郎是不是要保护 我兜里就一块五毛三 这一块五毛三要不要保护 你怎么知道要保护 如果他只保护一百万法郎 而不保护一块五毛三的话 他这个私有财产一定要设一个界限 对不对 比如一万法郎以上被保护 一万法郎以下不受保护 有这样的词吗 没有 那么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立的这一条人权宣言 后来成为法国宪法的一部分 它的基本原则指向的是所有的法国民众 百万家资要保护 一块五毛三也要保护 对吗 换言之 人民不能起来去剥夺我的百万家资 我也不能扣住你今天的工资不给 否则都是违反法律的 能理解吗 法律要求我这样的百万富翁跟你们这样的穷光蛋 在法律面前怎样 一律平等吧 能理解到这一点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我上学的时候对这条批的很厉害 说法国的人权宣言显示着资产阶级的虚伪性 为什么 因为无产阶级是没有财产的 所以这条只是保护资产阶级 它用财产的不平等取代了出身的不平等 是以一种不平等取代另外一种不平等 因此它离平等的社会还差的很远的 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 咱们一句一句来说 它说是用财产的不平等取代了出身的不平等 对不对 财产平等不平等 不平等对吧 财产我是百万富翁 你们一块我毛三三不平等吧 对不对 但是原来可能是我是贵族你是平民 现在我是有钱人你是没钱人 那么这两种差别哪一种达到平等的状态了呢 都没有吧 出身不平等是不平等 财产不平等也是不平等对不对 但是这两种不平等 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说以一种不平等取代另外一种不平等 如果说是的话也要加上一个限定词 以一种什么样的不平等取代了一种什么样的不平等 出身的不平等有一个什么特色 不可改变太好了 财产的不平等呢可以改变 以一种可以改变的不平等取代了一种不可改变的不平等 人类社会是不是平等了一点 对吗 你可以想法挣钱去对不对 但你没法看你爸爸是谁 你爸跟你妈生你的时候他不跟你商量 对吧 生出了在哪家就是在哪家 你爸是法国贵族 那就是贵族 你爸爸是盖帮少帮主 那就是少帮主 那没什么可杀来的 这事完全不取决于你 但是有一种完全不取决于你而你无力去超越的一种不平等 来控制的社会是真正的不平等的 对吗 请同学们记住财产的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 就像你的智力也是不可能绝对平等的吧 大家到高考证考那卷子上的分也是不平等的 对不对 绝对的平等是叫平均主义 那个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当中的一个最典型的状态 小农经济最看重的是平均主义 好我们知道就行了 对于这样的一部伟大的宣言 我们要把它记住 后来有人说它也是一部法律 为什么呢 在下面1791年宪法当中我们可以标注一句 人权宣言被全文作为1791年宪法的前沿部分 所以它实际上成为宪法的一部分 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不是法律 不是 独立宣言并没有被引入到1787年宪法 明白吗 而法国的人权宣言是被引入到1791年宪法的 这个宪法一颁布 君主立宪派大公告成 它把法国由什么制度改造成什么制度了 由君主专制改造成为君主立宪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君主立宪是一种近代 民主政治对吗 好 知道就行了 军宪派的任务完整的不错呀 他们的任务已经做完 他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法国将昂首挺胸的发展资本主义是吧 你看多好啊 人权也有了 经济也有了 政治也有了 思想文化也有了 自由全有了 平等全有了 法国是不是未来很可期待啊 咱们说革命这辆车到了第一站 军宪派要下车对不对 革命是不是不能再进行了 但是这个革命带给军宪派的是政权 他带给工人城市平民好的生活了吗 他带给农民土地了吗 没有 资产阶级虽然钱多 但是在第三等级里他们人还是少的吧 也就是说法国绝大多数人口的革命需求还没有满足对吗 那这问题就出现了 要不要继续革命 在这个时候 法国遇上点恶心事 路易十六这段时间很安静你知道 大概两年的时间了 他很安静 他这人本来就很开明 他就不喜欢君主专制 但是他还是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 现在呢 这么一帮人把王权改造了 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了 虽然我的权力不像原来那么大了 但是路易十六没有明确的反对 心里怎么想的不好说 但是他没有公然站出来反对 他有人反对 他大舅子反对 这法兰西 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六 他妻子是奥地利皇帝的妹妹 所以奥地利的皇帝是法兰西国王的大舅子 这舅子急了 那舅子公然对法国人民说 你们这些法兰西的暴民 必须立刻无条件的恢复国王的权利与尊严 否则我将血洗巴黎 明白什么意思吗 法国革命本来是一件法国内政吧 法国人自己想怎么去改造他们的国家 是不是法国人的事 现在奥地利人站出来说我要血洗巴黎 你说这舅子是不是够仗义的 这舅子要干嘛 从亲情上来讲他要帮助妹夫对吧 因为我妹妹是她媳妇 那国王受到了冲击 那王后也受到冲击 所以亲情上我要管 政治上呢 如果咱们想啊 如果奥地利皇帝的军队开进巴黎 镇压了暴民 废除了1791年宪法 让国王重新成为专制王朝的绝对军主 法国的国家政权将受谁的保护 奥地利的保护对吧 法国国王是不是自个儿没本事掌握政权 是由奥地利的皇帝 是由你大舅子给你找回来的政权 对吗 请你记住奥地利皇帝的这个表态包含着什么呢 法奥争霸 明白吗 在欧洲大陆上有四大强国 按地理位置来说 法国在这啊 奥地利 普鲁士 沙俄 这四大国是欧陆四大强国 他们之间千年以来打了不知道多少战争了 为了称霸欧陆称霸世界 法国素来很强 奥地利素来也很强 这两国家之间又有一些剪不断理环乱的关系 天赐给奥地利皇帝一个好机会吧 对不对 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帮着我妹夫恢复法国政权 然后法国就得听完了 最好法奥在达成某种形式的联盟 我们把普鲁士一做掉 把沙俄一打败 欧洲就是我们的 这是很爽的一件事吧 法国人不高兴 法国人想我们 我们国王还没说什么呢 急死你个舅子是吧 国王没着急急死舅子 这是什么事啊 抽你 法国对奥地利宣战了 法国对奥地利宣战了 奥地利当然对法国宣战 奥地利对法国宣战的时候 他不是神圣罗马帝国那圈里好些哥们呢 一忽悠让普鲁士一军说 我也去我跟你一块抽法国去 普鲁士跟法国也有长久的矛盾 而且普鲁士这国家陆军相当强悍 在欧陆号称陆军第一 普奥联军跟法国打上了 问题来了 法国的国家制度刚刚改成叫什么制度来的 君主立宪对吧 君主立宪是有宪法约束君主的权利 但在君主立宪国家里君主有没有实权 君主立宪国家里君主有没有实权 不一定吧 英国那就没有 英国那叫议会君主立宪对吧 法国这个刚刚建立的君主立宪 又是从专制王权过来 他有点二元制 也就是说法国国王还掌握着行政权 请问军队算不算行政权的一部分 军权是不是应该归行政权管 好 法国国王要指挥法澳战争 你觉得是别扭吗 国王要指挥一支部队 跟普奥林军打 普奥林军干嘛来了 解放他来了 这仗没法拉就知道了 那咱是法国一败熟地啊 你想我怎么能跟我大修哥打呢 我大修哥来救我来了 法国国王涉嫌叛卖法国 明白吗 法军一败再败 普奥林军杀入法国境内 大革命的成果眼见不能保存 对国王怎么办 国王究竟要不要继续保存 这个国王的存在是法国人民的福 还是法国人民的祸 人民在思考吧 君主立宪派犹豫不决 他们不能罢免国王 他们做不出罢免国王这样的革命举措了 人民用起义的方式投了一次票 把军宪派驱除 扶上了吉伦特派 请大家在这标注 吉伦特派在第八证 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这个时间是1792年 也就是说法国在1789年爆发革命到1792年的时候 前面将近三年的时间都是军宪派的掌权 吉伦特派上台 吉伦特派代表哪个阶级呢 也可以标注一句话叫工商业大资产阶级 他跟金融贵族不一样 他是本本分分的资产阶级 靠工业和商业发财致富的 吉伦特派一上台就开始 第一个任务是干嘛 打仗是吧 不是说把国王怎么着 先得打仗 仗必须得打 对吧 吉伦特派在一定程度上 允诺给农民分配少量土地 法国农民都很高兴 你看比军宪派要强吧 他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的需求 对吧 法国人民既有爱国的热情 又有民族的自豪感 再加上还有土地的势力 那法国各地的义勇军纷纷涌向法国北部 就是普奥跟法国的边界上 因为敌人在那 有一支来自法国南部马赛的这样的一支部队 他们一路唱着一首歌 这首歌原来名叫莱茵战歌 你听这名字起的 莱茵战歌是要打到哪条河去 莱茵河 莱茵河是谁的河 是德国河 那会没德国对不对 那是普鲁士跟奥地利的河 莱茵战歌抽的就是那普奥邻军 那感觉有点像岳飞啊 直倒黄龙鼠与朱军痛饮耳 唱着这首歌去的 这歌的歌词写着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祖国心血满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敌兵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着战斗前进前进 万中一新把敌人消灭干净 这歌就叫马赛曲 现在就是法国国歌 法国国歌直到今天用的是这个曲子这个词 换言之 直到今天所有法国人一听马赛曲要起立要速力要高声唱的就是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像哪个伟大国家的国歌 中国 像中国中华人民国歌的国歌是什么 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会唱对不对 别告诉你高二的还不会唱大了 太太糗了 中国国歌里面是不是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全热 看下中国和法国友谊很深厚 我们来选国歌都要选进行曲都要选消灭敌人 大家可以发现法国法兰西的民族处在威王当中 中国那国歌是不是也是中华民族处在威王当中 对不对 不管今天和平时期再用这歌合适不合适 那单说 但是这两首歌的来历让中国跟法国是不是有一种亲近感 唱着这歌真把婆子吼了 法国一个国家把普鲁士奥地利邻军给揍了 把舅子给打回去了 哎呦这爽啊 这一仗叫瓦尔弥大劫 瓦尔弥大劫发生在1792年的9月20号 1792年9月20号 这场大劫之后不久把普鲁士奥连军驱逐出法国 哎革命有希望了是吧 9月21号 法国人民宣布霸黜国王成立共和国 所以你在这标注这是第一共和国对吧 我建议大家强烈建议大家把法国的共和国和帝国的名称写清楚 你上完这一课你就能列出一个半张纸的表来 法国人没事儿爱换国家玩 我相信你要学过毕修三你已经大概知道这感觉了 国王被废除了 法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对吧 革命成功了 一个麻烦来了 怎么处置路易十六 他已经不是国王了是吧 他是个叛国者 他在前面的战争当中做出了危害法兰西民族的事情 不管你是谁 现在你被罢免了你要接受法律的审判对吧 人民准备审判国王 在国民工会里边大家七嘴八舌的在声讨路易十六 讨来讨去大家都认为他有罪 但是怎么处罚他呢 有人提出来杀掉 大多数人认为不要杀 因为这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些人里面 很多人跟国王家族他也有种种的关系对吧 而且不是仇身四海 他已经被罢免了 波帕王朝已经结束了 第一共和国建立了 我们干嘛非得把这个前国王给斩进杀权 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一位杰出青年站到椅子上高喊了一句 这句话叫什么 他说路易应该死因为法国需要生 听明白了吗 路易应该死因为法国需要生 站在椅子上喊的 大家听过太对了 好通过杀掉 一忽悠把国王给宰了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吗 启蒙运动的基本思路是什么类的 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 理性主义是吧 我怎么先看大忽悠了 法国人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这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民族 但是他真要忽悠起来的不及后果 直接把路易十六推出去 卡干掉 那位杰出青年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是谁 后边雅各宾派的头 你从这主上台嚷嚷这一嗓子 把法国国王的命给断送了 你就知道将来如果法国烙到他手里 那将是一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时代 事实证明了是这样吧 好我们待会儿拭目以待 几轮特派把国王给杀了 那舅舅更急了是吧 你们限制王权已经是不可容忍 你们罢黜国王 事可忍 孰不可忍 你们杀死 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妹妹成寡妇了 我跟你拼了 妹妹还没死 这会还没死 不是夫妇俩一块切了 后来把这夫人也签了 那你会发现这个酒都特生气是吧 这回是发自内心的有亲情了 我招呼你 普鲁士们 我也跟着抽他 欧洲的其他君主国都觉得 法国这个不可容忍啊 抽他 大家一块组织开会 抽法国 老远来一哥嘛 英国 英国代表特激动 他们杀了国王 不可容忍 抽他 英国要出法国 理由是他杀了国王 你觉得这事诡异吗 天底下最不配说这事的就是英国吧 英国革命的时候杀的是谁 查理一世 就许你周官放火 不许我百姓点灯是吧 你杀国王的时候呢 别人都好说 你有什么脸以这个理由来干涉我 请同学们想一想 为什么英国以这样一个明显荒谬的理由来干涉法国 而且需要我们想一下的问题是法国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是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 跟他对抗的普澳俄呀这些其他的这些国家是不是都是封建国家 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国家对封建国家联盟的战争对吗 英国是个什么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他为什么站到了封建国家一边去消灭资本主义 能想清楚吗 这事越来越诡异了是吧 那口号那理由很诡异 这现实更诡异 为什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要跟这一帮封建国家一块消灭另外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能想清楚吗 英法之间除了都走向资本主义之外 还有什么关系 世界争霸的关系 明白吗 我管你是什么国家呢 你的存在是我的潜在威胁 我抽你 找什么理由 找再荒谬的理由我也抽你 如果把这个想清楚 在国际关系上有一条铁律 是英国的一个前首相 叫帕麦斯顿 说过这么一段话 大英帝国没有永久的敌人 也没有永久的朋友 只有永久的利益 理解了吗 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 我管你什么国家呢 我抽你先 先抽了再说 找一个什么理由我都可以抽你 英国跑来参加并领导了反法同盟 这就不是跑连军了 这是反法同盟 忽悠一家伙就过来了 这可比跑连军力可多了 对吧 这么些欧洲顶级的国家都奔法国杀来 法兰西扛得住 老唱马赛曲 他也不推管用的玩 你唱歌不能把人忽悠走啊 你得打呀 法国能不能打败整个欧洲 摆在面前的是一道非常难的这么一道题吧 吉伦特派要想把法兰西的民族精神焕发起来 要想让全体法国人为了法兰西民族而浴血奋战 他得怎么办 他得给人民好处对吗 他得让人民知道你们的流血牺牲是值得的 是为了你们自己 但吉伦特派做不到 举个例子来说 吉伦特派杀死了国王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押服那些亡党的叛乱 国内到处是亡党的叛乱 而且由于战争和动乱导致物资齐缺物价飞涨 这些吉伦特派咱们说他们是什么阶级来着 就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是吧 他们手里有大量的这种产品 但是他们不肯降价销售 不肯降价销售 就意味着他们将直接侵害到谁的权益 无产者和城市平民的权益 对吗 你让老百姓都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他怎么可能安心的在前线为了你的国家而战 请大家记住爱国不是无条件的 得看这国家可爱不可爱 明白的意思吗 好我们来看巴黎人民用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 用起义推翻吉伦特派就让雅各宾派上台了吧 雅各宾派的首领就是那尤布斯比尔 好我们来看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实力提到这么一句 他说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 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 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 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 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 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 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 吉伦特派下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吧 人民再度起义推翻他让雅各宾派上台 雅各宾派你在旁边标注 代表的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个时间是1793年 1793年的6月 吉伦特派在台上只有十个月的时间 雅各宾派取代他 我在这印两幅画 你可以从那个家印的片子里看一眼 这两幅画涉及到马拉之死 大家听说过这个人吗 雅各宾派里边的最重要的三巨头之一是吧 三巨头是罗布斯蒂尔马拉和丹东 这是其中一巨头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幅画 如果你能勉强看青色画 你或者看我这个也行 再我这个清楚一点 在第一幅画里 这是大卫在1794年画的 也就是马拉之死 之后不久就画出来了 对吧 他画的马拉像一个殉难者一样的躺在他的浴缸里面 他的胸部有一把尖刀 他是被作为一个烈士而描绘在这个画的中间的 而后面在1861年的时候 也就是革命过去了几十年之后 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又画了一幅 马拉之死 这个马拉之死他画的是 马拉也是躺在浴缸里面对吧 你稍微仔细看 他也是躺在浴缸里 而他已经不再是这个画面的中心了 他被移到了一个角落里 而在画面当中有一位女士 这个女士就是刺死马拉的那个人 这说明在革命高潮时期画出来的画 跟在革命之后经过反思画出来的画 是不一样的 明白的意思吗 第一幅画里 马拉是英雄 是烈士 是殉道者 第二幅画里边 他画的是一场谋杀案 而这个谋杀案里边 一个弱女子是怎样对 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之一 行使了刺杀 我们再结合这样一段材料 再结合这样一段材料 于奉高先生在马拉之死与刺杀马拉 这是两幅画 这篇文章里他写到 他说他马拉 在1790年6月这样写到 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 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 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 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 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 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 他严厉抨击说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失血的活动下 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其实更为恶劣的影响 你看这篇文章里的材料 你看看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对雅各宾派三巨头之一的评价 如果马拉这句话说割掉五六百人的头颅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事情对不对 请问法国大革命最初那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文字叫什么来着 叫人权宣言吧 人权当中的第一根本权利是什么 生命权 割掉五六百人的头颅你就能够幸福和自由 这是人权宣言的信仰者能提出来的东西吗 不是吧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路易十六在那喊着割掉五六百人的人头 你没听说过吧 专制暴君都没有这样做过的事情 你是资产阶级 你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呀 革命的领导人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这位女士叫柯黛 夏洛蒂柯黛 她来刺杀马拉不是因为她是保皇党 而是因为她早年曾经支持革命 但是革命滥杀无辜 她身边的很多人被无理的没有任何证据的就杀掉了 所以她认为这个国家掌握在暴君手里 她去刺杀这个暴君 那你想想看在革命进行的高潮当中 亚格宾拜是不是得宣扬马拉是个烈士 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会对她有一个清晰的评判 所以别得罪历史学家 几十年一百年之后 等你失去了反驳的权力之后 历史学家的笔是管用的 这两幅画能看出它的不同来吗 好 我们再往下看 1793年9月17日 注意啊 颁布了象征恐怖政策的代表法令 这个严峻的法令宣布 凡属于以下六种情况的人均被视为嫌疑犯 一律予以逮捕 一 其言论行动表明是拥护联邦主义而敌视自由的人 这话违背了什么 违背了人权宣言中的哪一条 翻过来看 违背了人权宣言中的哪一条 刚才我们说了 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对吧 在哪呢 第十一条 对吗 第十一条是言论思想自由吧 好 被逮捕 第二 未按规定履行公民义务者 第三 未领到爱国证书者 没领证书的 抓起来 第四 被撤职或停职的官员 抓起来 第五 前贵族及其父母妻子 丈夫兄弟姐妹子女 以及逃亡贵族指定的国内代理人等 未能表现出对革命热爱者 这事怎么判断 我说你不热爱革命 你说我热爱革命 我说你不热爱革命 抓起来 第六种 遣回国来的逃亡者 这些人被逮捕以后的下场是什么 基本上全是死 法国大革命期间 雅各宾派为了处死这些等待被杀死的人 雅各宾派为了处死这些等待被杀死的人 他们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杀人流水先 这所有的被杀的人要在这排队 断头台一个不停的在工作 一个一个往里送 一个一个往里送 就这样杀掉 甚至有的地方断头台根本就不够用了 不够用怎么办呢 在法国南部把一些貌似是保皇党的这些人抓起来 捆成纵费一样搁在船里边 带到深海去 那船底下是一个火板可以打开的 直接卡 你想全捆起来以后扔在深海里边去 集体屠杀 我们在这看这么一个材料 仅在巴黎 注意啊 刚才我说了巴黎只是法国的一部分 仅在巴黎只以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数为准 什么意思 下面所说的所有数字都是法庭判的对吗 那么意味着还有大量的没有判决的杀戮 那从1793年4月15日至10月1日一共杀了66个平均每星期三个 10月2号到1794年6月9号处死1165平均每星期三十二 6月10号到7月27号仅一个半月时间处死了1376平均每星期196 每星期杀掉196是巴黎一地法院判决的一个星期196你除以7咱不算周末没有五一长假 咱加班加点的杀人每天杀多少 每天杀二十多个对吧 一中头一个都没可见休息 这这怎么了这是 注意7月份被出死者中原特权等级只占百分之五 而资产者和乌涛酷汉净占百分之七十四 资产者就是资本家是吧 就是他的革命同党啊 而资产基这乌涛酷汉什么人 法国那个乌涛酷汉就是平民的意思 法国人民在7月份被杀的这千把人当中居然占到了百分之七十四 这政权是不是疯了 杀呀 这三巨头一个被刺杀了一个疯了 另外一个被杀了 被杀的人是谁 就是丹东 罗伯斯比尔作为中间派 他坚持要进行这种恐怖屠杀 丹东喊了一句叫 请爱惜人类的鲜血 就别杀了 差不多得了 雅各宾派里面还有那左派更不着调了 有一个人叫埃贝尔 埃贝尔就是提倡 杀的不够再杀 可问题是 这种大屠杀 确实把亡党叛乱给镇压了 确实使得人民获得了一定的这种安全感 而且限价法令使人民获得了相应的财富 对吧 他们集中力量把法国的敌人往处打呢 战场上居然不难看 打得还有胜利 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继续杀会怎么样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犹不及 对吗 看来罗伯斯比尔没有好好读孔子的书 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悲剧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咱们这教室后边的窗户全开着 外边刮着大风 我要求把这门开着 我应该怎么办 我只要一松手他就会被风撞上 我如果想要让这门开着 我应该挡一把椅子吧 对吗 好 现在风停了 或者是我过去 我把窗户都关上了 风不再吹了 这椅子还有用没有 这椅子就不再帮助我挡门 他反而会挡我的路磕我的腿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时候 我是应该怎么处理这把椅子呢 罗伯斯比尔说 留着他 丹东说 搬开他 艾贝尔说 再搁一桌子 理解吗 在这三派里边 罗伯斯比尔是中派 是主流 他对艾贝尔说 你说要扩大恐怖是吗 好 从你开始 死了 艾贝尔干掉 他找丹东 你说你反对我的恐怖政策吗 艾贝尔说我反对 死吧 艾贝尔本来能跑 但是这跟后来的谭斯风似的 我与我雪建法兰西了 拒绝逃亡 死了 罗伯斯比尔把左派右派全杀了以后 他自己在法国的统治就出现了一个真空了 他的基础被严重的撼动了 最要命的就是法国人渐渐发现这革命是不是革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方去了 这不是我们原来要革命的目的了 我们革命是为了反对谁 最初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谁 反对君主专制 反对波旁王朝对不对 为什么要反对维持了两百多年的波旁王朝专制 因为专制伤害了我们的基本人权对吗 我们推翻它是为了捍卫每一个法国人的基本人权对吧 那怎么到你们手里边我连生存权都没有了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罗伯斯比尔收到了广泛的质疑 收到了广泛的质疑 请大家去想一想这样的革命 如果在今天还被我们大肆的吹嘘 是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我上学的时候大肆吹嘘 甚至说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就是罗伯斯比尔 就是雅各宾派 比英国得强多了 因为人出公国血流成河 在英国那48年的革命温存水 就杀过一个国王一点劲都不带 最后还能一什么什么光荣革命是吧 一年都不死 还叫光荣革命 那豆沙没豆 我们当年基本上学的就是这个 可是你今天回过来来看 到底是人们更加肯定英国革命的方式 还是更加肯定法国革命的方式 我们革命为了什么 能理解吗 革命是要死人的对不对 是要有牺牲的 革命的牺牲者是为了什么 如果革命是为了让更多人过得更好 它是好的革命 如果革命是让一小撮人取代另外一小撮人 那么这是一个假革命 能理解这点吗 法国的革命出现了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全球化与国际政治这本书当中 看几位先生在这写道 说民主化往往被误读啊 被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 你自己扪心自问 你理解没理解过 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大家举手表决 少数服从多数 如果这就是民主的话 注意 这是很危险的 多数人的代表可以凭选举上台执政 一旦上台就可以实行多数专政 请注意 民主不仅是少数服从多数 民主还包括多数保护少数 因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游戏 资本主义是交换经济 是需要伙伴共同完成的经济 消灭异己就破坏了自身赖以生存的游戏 明白了吗 资本主义是靠交换的 商品经济都是靠交换的 对不对 交换就意味着我生产A 你生产B 我拿我多余的A换你多余的B 对不对 这样我有A和B 你有A和B 对吗 我们都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 如果我把B消灭掉了 我只会生产A 我是不是自己也完蛋了 B可能是我生命当中的必需品 对吗 能理解吗 商品经济要求的是伙伴共同来做一件事 小农经济的基础是什么来的 自己自足 自己自足意味着以家庭为单位 男更女之自己自足 对吧 那么我要把你的家庭消灭掉 我的家庭会怎么样 会有没事或者活得更好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把你的土地定入到我这来 我原来三十亩的一头牛 现在我给六十亩的两头牛了 能理解吗 所以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 往往有一种斩尽杀绝的文化 你看中国古代是不是这样 每一次王朝更替政权更别 都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极少有和平转让权利的 而且一旦新王朝建立 对旧王朝通常是怎样的 诛灭九族的 所以你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你看到太多了 动不动就把所谓的坏人全家杀死 满门老少几百口杀死 我现在都有点担心了 我儿子现在特喜欢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里边 比如说把董卓杀死以后 大家知道董卓是坏蛋是吧 又跑到梅屋去把董卓全家老小几百口全部杀死 包括董卓九十岁的老娘 我听着心里直揪的 你知道吗 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子 你为什么要杀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法律规定 好像八十以上就不判死刑了 你就不需要再人为的消灭他 他很快就会自我消灭掉了 对老人居然要下这样的狠手 咱们的文化里经常有这样 原来我有一个学生喜欢看水浒传 他跟我聊天 你当过导师吧 我说行 我最喜欢水浒 我说我也曾经喜欢过 我说咱俩聊聊吧 聊半天 谁什么外号什么 他比我知道的多 因为我多年不看了 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 那你做一课题吧 他说做什么课题 我说你看看水浒传里的好人英雄 误杀老百姓的事有多少 你给我做个统计 做了一半做不下去了 做不下去了 武松是不是好人 武松好人吧 你看他在处理他哥哥武大郎的事情的时候 当然这潘金莲跟西门庆是有人命案子 对不对 他把这俩人全杀了 学习狮子楼 把所有的这些丫鬟蒲夫全都杀了 在这些人身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手里边没有几条人命的 你能理解吗 因为你能力强 因为你武功强 你就可以随意杀人 除暴安良 给人感觉特痛快 干掉 中国人特喜欢看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一个虚拟的事件 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巨大压抑的人特喜欢看武侠小说 咔一掌 像那个藩棍 像一个恶霸 咔一掌大成肉球 多好玩 但是武侠的世界里有没有近现代法律的痕迹 武侠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报仇学恨 你发现他们杀人从来不经过太多大脑思考是吧 这哪行啊 原来有人说金庸先生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 说他这书的影响力特别大 我自己也很喜欢看金庸 我觉得金庸的小说大家应该都读 确实有很多好东西 但是金庸的小说永远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他完全不符合西方人的价值体系 能理解吗 他宣扬的是什么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他没有法律 没有人权 没有程序正义 对吗 他里面太多的是快意恩宠 而诺贝尔文学奖谁来评 那是一个西方人来评的奖 对不对 特别有可能得中国奖 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是永远没戏的 那你仔细想想法国大革命如果混到了这一步的话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同学们一起来跟我看这样一段段话 琳达是我很喜欢的一对作者 琳达是个笔名 是两口 真名叫什么 不知道 这两口子写过一套书叫近距离看美国 四本 特别好 我可以推荐给大家 但这本书出了以后我又买了 带一本书去巴黎 我看了半本以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我要带一本书去巴黎去巴黎 听懂了吗 我要带一本书去巴黎去巴黎 因为这书太好玩了 他教你甚至教你什么呢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你在巴黎的塞纳河边的哪一个咖啡馆的什么位置上花十欧元点什么咖啡可以坐在这儿 在两个小时开日落 那才叫爽 上巴黎成天经奔老佛爷摆博商店去了 那不叫 那叫爆发户 你知道吗 去巴黎 大家记住 将来一定要记住 去巴黎 要留给自己充分的时间 在相当于胡同的地方里转 到一个古城里里得钻胡同 你得进民居 你得坐咖啡馆 明白吗 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人生的享受 这本书当中提到 大家一起来看看 毫无疑问 在旧制度下 最凄惨 最没有保障 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底层民众 记得读到过一位一名学者的文章 描述他所见到的一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底层民众 他们居住的房屋形势 与他参观的几千年前的早期人类住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看到这个 这个话你们能想象吗 现代人里边有些人住的可能是几千年前的那种房屋格局 在北京你可能不大容易见到了是吧 走出去看一看 走出去看一看就行 我又想跟你们提到 同时高二的学生 大家五一期间在这上课 对吧 你们要不上这个课 你们会五一三天会干嘛 如果你不来上课你会干嘛 打游戏 出去玩 睡觉 吃好吃的 做作业 有很多种选择 对吧 我有一个学生去干嘛了呢 我派他去云南丽江了 昨天下午期中考试三点钟结束 晚上七点的飞机 昨天晚上七点到夜里十一点飞到昆明 夜里在昆明住一宿 今儿早上大概是七点多钟 从昆明飞丽江 早晨到了丽江以后会稍事休整 明天他要参加四中爱新社和北京狮子联会给丽江玉龙县纳西族自治县的两所小学捐赠图书馆的仪式 我们前一段一卖的结果 去年一卖的结果是拍卖了十二万块钱 这十二万至少构建两个图书馆的 这两个图书馆的书我们已经都买好了 都送过去了 我们买的那些书都是找的最好 跟我们关系最紧密的那个厂家来买的 都是按照两折左右的价格买 那个书的标价总价值在七十多万 我们花了十二万买到的 可能还不到不到两折 这些书由一个公司免费给我们运到云南 装配在这两个学校里边 我的学生今天到那明天去这两个学校跟当地的学生互动 后天就是五月二号是吧 然后飞回北京 下午回到北京 这就是他的三天 我现在还在等待着他明天参加这个会的消息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这件事就是 他也跟你们一样有沉重的学习压力 现在四中孩子也不是神仙了 也不是说进了四中学习走一定都特别好 他也有沉重的学习压力 一个小姑娘没有老师陪着自己去 家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点多疯了 所以是我们支持学校的活动 但老人不放心 你想啊 你们爷爷奶奶能放心让你小姑娘一人跑云南去吗 老人好像挺生气 结果呢我就跟这家长说 那咱们一起来说服老人吧 孩子有这个机会不容易 最后说通了 现在孩子去了 他们做的这个事情 应该说是一个青年学生应该做的事 我比较推崇这样的学生 他牺牲掉了一些时间 但是他做的事情 他一辈子不会后悔 因为这世上还有太多的这种不平等的存在 像这段文字里写到的 他说从建筑文明的发展史来看 从建筑文明的发展史来看 历史进步都发生在王公贵族的一端 而底层民众在建筑史上叫零历史的状态 能理解吗 他们没有什么进步 对吧 好 我们看到下本第二段 历史上屡屡如此上演 在解放底层民众将他们被剥夺的权利还到他们手中的同时 社会最容易普遍产生和接受的就是由同情转为对底层民众的赞美 这段话我希望你慢慢的去读能理解这句话吗 底层人民是被同情的对吧 他们革命了他们起来了对他们是不是有充满了赞美的这种感觉 这样的美化又通常导致赋予他们过大的权力 其结果总是发现不知由什么魔力操纵 原本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们 原本应该是软弱而善良的人们 原本期待为他们自己也为社会造福的人们 在一夜之间变得狂暴和肆虐 他们可以如旋风一般的扫荡这个社会 不仅吞噬原来的强者也相互吞噬 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能够导致最迅速和规模最大的破坏 带到幸存者们清醒过来 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他们也永远弄不明白是什么魔法之下使得历史一次次重复这样的悲剧 我们的历史有没有这样的悲剧 大家还记得一个词叫文化大革命吗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人民群众起来了 人民群众砸烂攻减法打倒政府 民主掌握了直接的权力对吗 然后怎样 这是民主吗 这是什么 多数人的保证 民主如果不加以控制 是很容易发展成为多数人的保证 那我们反过去看法国大革命 最开始的军宪派是不够革命是吧 他好像不像罗伯斯比尔那么革命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罗伯斯比尔的革命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国大革命应该有的范畴 大家能理解这一点吗 希望同学们能够对这段话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反思 后面的这张片子我们下节课会用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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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